好上次130这个案例 这位患者就当时人已经出院 已经做了手术了 那么上次就是1月25号拍的胸部CT频扫 结果出来有阴影 后来不是菲尼克纠缠要做PATCT吗 后来我看下来我说你别纠缠了 别去跟菲尼克纠缠 直接找外科开刀的 这应该是一个癌 然后呢当初发生了很多事情 啰哩啰嗦我也不想说了 就是实际上我跟当事人说了 他马上就开始联系住院了 联系开刀了 很着急呀 对吧 这个是癌呀 然后就从医院底开始 开始一直搞搞搞搞搞 当初发生了很多事情 就是阻止了很多因素阻止了患者住院 阻止了这个手术的尽早进行 都是一些客观的 他当时无法改变的一些 无法解决的困难 你看 搞到5月19号才入院 然后搞到 搞到这个 5月24号才开刀 1月底搞到5月24号 也就是当中 整整 为了录院 为了争取住院 搞了四个月 对吧 然后做出来 结论是这个 在这里 就是冰冻冰理了 就是 最终的石蜡还没出来 但是呢 所以最终的石蜡还没出来之前 这个是算最权威的 首先明确是癌 对吧 部分间的精润 至少为微精润性癌 切论性癌不能完全除外 不能完全除外 等到石蜡切片病理全部出来之后 结论出来以后 再有说法 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就是 到底后续是不是要治疗 就比如说要 后续是不是要化疗 目前还不能说 后续到底是需要还是不需要 就是到目前为止不能说什么 一直到最后的病理出来 病理报告出来 最后的病理报告 他已经写了 在这里 三周后 他是5月30号出院 5月30号之后的三周 对吧 5月30号出院 那么到时候再说 那么当时能跟我讲 医生跟他讲不需要化疗 就是后面不需要考虑什么事 但我说你这里写的了 对吧 不能完全除外 然后带石蜡病理出来以后再说 我说他书面写的是没有结论 而你口头上说 医生说已经有结论了 后面不需要治疗了 对不对 所以有差别 一切还是以书面为准 好吧 他说他知道了 然后听当事人的说法 他就他也没想到 要去拿这个东西 我说这个东西特别重要 病理报告 这个东西有没有 有没有结论 拿到不拿到结论 拿到不拿到这个报告 关系到 这件关系到钱有没有白花 刀有没有白开 痛苦有没有白吃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你开刀为什么 你吃苦的为什么 你花钱是为什么 对不对 这个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东西没有拿到之前 这件事还没有结束 好吧 你不要以为这件事就结束了 是有可能存在的 后续化疗的可能 因为已经写了 监制禁论 好吧 监制禁论 那么我最后要说的一点 就是前面讲了 他为了当中有自己不能解决的困难 他实际上是 一直第一时间就争取入院 就去做手术了 为了搞搞搞搞 为了克服了很多很多的困难 然后在四个月之后才开刀 如果 由于这个原因 如果由于这个原因 导致最后治疗的结果 要看几年以后了 最后的结果 有质的差别的话 谁 制造那些困难的人 让这个患者足足拖了四个月 才开刀 才入院 才开刀的 制造这些困难的人 要承担这个责任 好吧